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行为艺术 我并不想把行为艺术 给我自己绑定 我也不希望大家 对行为艺术有什么物件 我觉得一些艺术项目 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私下里 还是有挺多人感兴趣的 他们也都在跟我沟通 他们就完全都是说着玩着的 那就是节目效果 私底下一个也没找我 谁没给我发信息 你们俩呀 真的是 就会拿嘴说 因为我吧 来这儿是喜欢泡个茶喝 我这人本身 这个意志力就不太顽强 然后呢 我们这儿又有可乐的赞助商 我要不拿保安杯 我天天喝可乐 我估计我更受不了 所以我就拿个保安杯泡茶 我爱喝茶 可学习的东西会更多 跟同龄人群居 就是有一种感觉是 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一起学习 然后跟不同年龄层的人 去相处的话 我会在每个年龄层去学习 反正就是我个人单向 我会学习 我个人能洗手 然后跟一群同学 可能就是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不太一样 每天收工 再买 然后我开心 我知道我 我感觉我杀都差不多了 那我颜值担当 没办法 就剩这一个优点 有 给我发朋友们 哇 我好喜欢郭希林的 就是我发 对 我说 是吗 还有你 这是我的朋友 就是等到下一期结束以后 你们就再也吃不到 那么好吃的炒鸡蛋了 完全成功 成功到网友都怀疑 我是不是派了我双胞胎 过来录节目 不要出门 在家里多治毛衣就行了 我觉得缓解有了 但你说解决不可能 我现在已经知道 该怎么去打破一些 第一次见面的尴尬 觉得稍微会舒服一些 我觉得更荣誤了吧 但不能算进步 没有 还是瞎猜 NSDD啊 那是丹丹 我觉得学一样东西 就非常修身养性 不管你学什么 只要你专注地 学习一个东西 我觉得都治愈 我们三号房 相处方式 既是朋友 又是家人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现代的家庭关系吧 就更多的是 自由的时候 大家都自由活动 聚一聚的时候 大家吃吃饭 很放松 有一种家的温暖吧 老大哥呀 大哥 那我亲上一条皮糖蛋 其实我也喜欢跟 妈妈跟那个 也不学生在一起 但我也很喜欢自己 一个人带着 但是有时候 人多的时候 就觉得不能一个人带着 所以如果 你让我跳舞 一定是调跟 跟姑琴 跟外观美 一起玩 节目不就是要他们碰撞 这个我 这个也是一份子 人家碰撞我 我也碰撞什么 反正就是一块碰撞 这个有点像 在游乐场玩碰碰车 其实挺好玩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我在北京 第一个家 会和15个人一起住 优优独播剧场 Nigilsson Cour Hier